6. 東方日報 三星日理跌足7季 2015年7月8日產經B05南韓三星電子初步業績顯示 截至6月底至第二季經營日理較去年同期倒退4%至6.9萬億韓元 約473億港元,連跌7季,並順於市場預期的7.2萬億韓元 反映被寄予厚望的新一代旗艦手機銷情未如理想 未能協助三星從敬的蘋果公司 以及內地廉價手機品牌手上搶回顧客 三星上季業績信預期 陶衛聯節行政總裁新中軍 三星上季整體收入破年的8.4%至48萬億韓元,同樣差過預期 至於經審核的業績將於本月稍後出爐 三星上季業績重點手機附運了7100萬部 據研究機構Strategy Analytics估計 三星上季附運7100萬至7600萬部智能手機 新一代旗艦手機Galaxy S6以及曲邊的S6H佔當中超過兩成 而去年同期附運量約為7450萬部 事實上,回顧三星S6及S6H今年4月推出初期 市場評價普遍讚賞 消費者預受反應逆熱烈 然而,三星似乎初五計算兩款手機的市場需求 據悉,該公司原本預期每售出四部S6 便會售出一部S6H,並按此設定生產流程 結果兩款手機銷情不相伯仲,這個錯誤估算導致大量S6 手機賣性,同時S6H供應短缺 兩款手機4月開賣前兩日,三星聯接行政總裁兼流動業務主管 將新中軍開康承諾增產S6H以應付需求 正是供應不足的證明 到4月底,三星管理層在分析員會議上表示 6月底前可達到供求平衡 此後該公司便重新配置生產 讓S6H的生產追上需求 儘管如此,三星會否以錯殺銷售黃金期刑事未知之數 因為有比於Apple期下 iPhone即使推出一年仍可保持銷量一定水平 以往三星的旗艦手機銷量再推出後首數個月便會見頂 iPhone熱銷搶走客源 不過,三星上季經營日利按年低伏 較今年首季的30%顯著放緩 Hm C投資證券分析員Grabra指出 S6系列手機銷情未如市場預期 除因為供應不足外 部分原因是iPhone持續熱銷 搶走客源 三星上季收入信預期 亦反映了科技界整體智能手機 電視和個人電腦需求下降的勢趨 如聊今季營利表現不會顯著改善 另外,南韓法院週二裁定 三星旗下建築商Samsung CT 向建築物料商KCC出售負存股份的交易有效 駁回美國對衝基金Elliott提出的阻止交易動議 交易完成後 KCC持有Samsung CT的股權約6% 於本月十七日股東票決Samsung CT 與三星實質控股公司第一無職 Chill Industries合併建議一時上 將具有更大壞語權 KCC同意有關合併 所以至於 vos turnings C,Elliott則反對 Chill